活动还邀请到国内外知名的性感 DJI SHIP 带来精彩的电影表演 官方提供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为了响应光棍节 新北市政府体育处境 11日与全市国民运动中心共台举办群台最大的运动派对 吸引上签名 民众与新北各地一起在单身节运动 交朋友不仅提供多元丰富的运动选项 也规划了心跳互动小游戏 让民众在健身之余同时认识新朋友 跟着Zumba老师一起动起来 树林国民运动中心所安排羽球会有活动 希望民众透过筹签配对和新朋友在打羽球中熟悉认识 除此之外活动开场更以热情活力的Zumba暖身带动 现场上百人随着音乐律动尽情抱汗 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与新北市教育局长林一华 共同出席本场活动 除了邀请大家一起打羽球外 同时也还特别准备了限量100个的拥抱爱情抱枕 送给光棺节一起来运动找办的阳光帅哥与可爱美少女 侯友宜表示今天要出门前还提醒家中三位女儿1111 不要只顾着买东西一起来运动更实在 市府推行新北玩运动以来结合不同的节庆主题 让运动的过程可以更加好玩有趣 光棺节看似是单身节 新北市国民运动中心一阳光健康的健身活动 鼓励民众动起来并在过程中结 交新朋友拓展人脉 希望未来大家能够三五好友一同来到运动中心上课 健身养成规律运动的好习惯 活动还邀请到国内外知名的性感DJ Elisha带来精彩的电音表演 强劲的音乐节奏引爆全场 Elisha说到过去大家对于电音的印象都只有在派对场合 这次很开心能够与运动结合 自己本身在健身的时候也都会听电音 用音乐的强烈节奏配合呼吸和心肺功能 提高身体训练的效果 光棺节这一天 新北市全市都动起来 半桥国民运动中心推出全集有养风派对永和及卢州国民运动中心结合场馆特色 规划其弹极射箭的约会 Paw RTY 还有一系列的优惠体验课程 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 终于报名参加半身趴抢投降民众 官方提供 电影女神Elisha在现场与单身男女同欢 官方提供 官方提供 官方提供